说到从历史中学习 OK川普在2020年的时候 竞选的律师 Jenna Ellis 前几天认罪了 接受了乔治亚州的 这个法院的认罪协商 Jenna Ellis是之前 川普团队的议员 她是要跟川普 Sydney Powell 还有整个川普的律师团队 Rudy Giuliani 一起把2020年的 选举舞弊的情况 这个提供出来的 供出于事的 现在认罪了 接受法院跟检察官的指控 而且将会以证人的身份 在法院上指控川普 以及在这个选举当中 川普相关的人士 I endeavored to represent my client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I relied on others including lawyers with many more years of experience than I to provide me with true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especially since my role involved speaking to the media and to legislators in various states What I did not do but should have done your honor was to make sure that the facts the other lawyers alleged to be true were in fact true In the frenetic pace of attempting to raise challenges to the election in several states including Georgia I failed to do my due diligence I believe in and I value election integrity if I knew then what I know now I would have declined to represent Donald Trump in these post-election challenges I look back on this whole experience with deep remorse For those failures of mine your honor I have taken responsibility already before the Colorado bar who censured me I now take responsibility before this court and apologize to the people of Georgia Thank you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是一個非常令人難過的一個畫面 對沒有錯這個女的現在在德桑蒂斯的團隊 很多人在這邊看了之後在網路上面說 你看又一個背叛川普的人 OK狐狸尾巴露出來了吧 之類的東西 但是我必須說我看到的並不是這個樣子 很令人難過的就是不只是因為Jana Ellis在上面哭 然後要背叛之前的老闆 然後要出來指控之前的老闆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我們曾經認為一個正直的律師 盟友基督徒都妥協了 這些都很難過但是不是讓我最難過的 因為他其實被指控是一個非常輕非常弱的一個罪名 Aiding and Abiding False Statement 簡單說就是他做假見證或是服從幫助假見證的意思啊 因為喬治亞洲的民主黨檢察官用了RICO這個專門用來對付黑幫的這個法案 來指控整個川普的律師團隊 很不公平很無恥 照道理說我們的法律是不可以起訴律師的 因為律師只是法律顧問而已 但是因為川普的律師會常常上節目會去演講 所以這個檢察官用這個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罪名 起訴了這麼多的律師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定罪川普 那現在這位Jenna Ellis可能會被暫停他的律師執照 可能會要罰一些錢 可能要寫一個道歉信 這個喬治亞洲的法院道歉之類的 之後可能會上法庭 在法庭上面指控他之前的同事 川普或是川普其他的律師或是川普本人 那川普不但是美國的前總統 同時也是目前共和黨2024的總統候選人 最令人難過最令我難過的是 我們現在活在的美國 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正直的國家了 我們的特別是在加州常常抱怨說不符合憲法的這些法律 不符合正義的法律 左右派雙重標準 還有什麼建制派自由派 這些人都在我們美國的法律之上有特權 這些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影片代表就是 美國正式進入了中國文革時期的特殊法庭或是公開法庭 每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都有這個樣子的審判模式 就是要做給人民看的 要人民看到政府的力量有多大 黨的政敵就被莫須有的罪名起訴 而且定罪了 然後要在法庭上面法院上面公開的哭給所有的人看 在所有人的面前跟人民還有黨道歉 在俄羅斯這個叫做Stalin Show Trial 在中國好像叫做批鬥大會 一個黨的敵人在全村的面前在黨的攝影鏡頭下跪著哭著為了 因為他是律師這個罪而求饒 之前是什麼因為他是地主還是資本家或是反動派之類的 所以是黨的敵人 這位Jana Ellis哭著求饒的原因是因為他身為一個律師 竟然敢代表一個反對黨的人 OK竟然敢接這個樣子的客戶 這個客戶不是普通人 這個客戶是當時的美國總統 而且現在是一個敢站出來反對現在政權的候選人 最令人難過的不是Jana Ellis背叛了川普 背叛了自己的良心 甚至是這個批鬥大會 在美國這個自由之地勇者之家 竟然還有存在的餘地 最令人難過的是這個Jana Ellis的批鬥大會 只是開始而已 我們身邊將會有越來越多人妥協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敵方的陣營 會有越來越多的基督徒 為了自己的事業 為了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生命跟人類的政府妥協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我知道今天這兩個影片很矛盾 我上個影片好像是在說 就是國內的這些國會議員 在國會共和黨也必須要適當的妥協 讓國家繼續往前走才有可能走到最後得到勝利 但這個影片卻是在說 川普的前律師在法院內部妥協了 其實一點都不矛盾 在美國的內部在國會內 我們要達到的共識是前進 是政府在治理一個極度多元的地方的一個方法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不要干擾到我 我也不要干擾到你 但是在法院內 我們想要得到的就是事實 是正義是真相 但是我必須說 我們沒有資格罵Jana Ellis Sidney Powell這些妥協的人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保證 如果我們面臨到同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會有什麼樣的行為 或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像我們AINews i報導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說出真理 我們可以透過聖經 看現在社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萬一有一天 不是萬一 當這一天真的面臨到我們的時候 當刀子架在我女兒的脖子上的時候 我會不會背叛 我會不會做假見證 真的很難說 我現在根本沒辦法想像 所以請大家今天幫我禱告 幫自己禱告 當有一天這個樣子不公義的事情 威脅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有勇氣 用我們的生命繼續幫神做見證 上個新聞我們看到了一個 川普的律師跟左派妥協了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正在走向 徹底的法西斯 或者是列寧 毛澤東的政府運作模式 這樣子前進 而且這並不是一個新聞 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 政府已經運作很長一段時間了 這個就要講到 所有保守派最喜歡的主播 Tucker Carlson 最近爆魂的影片 讓一個乘風已久的議題 再度浮出水面 現在我們會有關的 其他人說法 我們已經被證明了 是正確的 而是正確的 而是正確的 在這裏 例如說 一位俊男俊 其實被證明了 一位俊男俊 名俊 名俊 在民俄 在2020年 我們已經被證明了 這件事 我們已經被證明了 多久了 所以 我們已經被證明了 所以 我們已經被證明了 每個人都相信 因為 每個人都相信 都相信 人們 但是 但你问他到底是 专家的特别人 Hurricane George Floyd 那些解决的答案是 那个人 no 他不确定他说 但我们不是猜忍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 根据得的 我叫 Dr. Baker early that morning to tell him about the case and to ask him if he would perform the autopsy on Mr. Floyd Sweezy recalls all this under oath in the deposition He called me later in the day on that Tuesday and he told me that there were no medical findings that showed any injury to the vital structures of Mr. Floyd's neck there were no medical indications of asphyxia or strangulation Oh In other words George Floyd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autopsy was not murdered He died instead of what we used to call natural causes which in his case would include decades of drug use as well as the fatal concentration of fentanyl that was in his system on his final day So this was not a killing It was yet another narcotics OD in a country that courts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of them every year The medical examiner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and in fact articulated it and Sweezy explains He said to me she recalls in the deposition Amy what happens when the actual evidence doesn't match up with the public narrative that everyone's already decided on and then he said quote This is the kind of case that ends careers In other words everyone lied about i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people who knew the truth hid the truth and allowed the revolution to proceed Now they've been exposed Now we know the truth What happens next? Well They're going to ignore i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just issued a long purple statement celebrating George Floyd's birthday He's a martyr Despite the fact we know that he was not murdered and by the way Derek Chauvin is still languishing in jail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對 又是一個被證實的陰謀論 為什麼總是Tucker Carlson 為什麼所有媒體當中 只有他敢報這個樣子的事情 這個案子 徹底的毀了三個警察的人生 而且 現在有證據 而且有證實的驗屍報告說明 根本不是那三個警察的錯 很有可能 這三個警察是無辜的 沒有人壓到 George Floyd的脖子上 事實上就是 但是 我們早就知道了 就連這個案子的陪審團 在審判當下也都知道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們之後還上了CNN說明 這個判決結果 是完全不公平的 但是他們還是繼續這樣判下去 我們到達到的 point 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任務上的 我認為是Jody 我確實是Jody 說 等一下 我確實是 這本人的 是 這實際化的 是 是 他為何人呆災愛的 祝福利 暫使 不像 我們 這間人 我認為 是 claiming 和 不认辰 不 I brought that up because tell me what you brought up and why I brought up to the fact that this is not what he did but more or less what he didn't do he did not provide life-saving measures for George Floyd when he knew that the guy was in pain or needed medical attention even the um firefighter that was off said checked his pulse checked his pulse well then they checked his pulse and they said well do you want to do anything no we're leaving him here he had ample to roll him over and start cpr and he didn't he didn't move one bit and even when the ems came up and checked him he never even got up yeah George Floyd的厭世報告的結果是什麼呢上面寫的非常清楚 沒有任何威脅生命的創傷臉上也沒有嘴裡也沒有外傷也沒有脖子上的肌肉 呼吸道也沒有被壓迫的痕跡頭皮上頭骨以及腦部也都沒有受傷 胸口也沒有受傷害肋骨也沒有除了一根肋骨因為CPR的時候急救斷掉了 然後下面說就是脖子肩膀背部屁股都沒有被破壞的痕跡 簡單說就是他不是因為外傷致死的 而在體內毒素的這個檢驗報告上面說的是芬太尼11mg 非芬太尼5.6mg 安非他命19mg 大麻這裡有一堆不同的THC 反正就是不同的大麻在裡面 他就吸了一堆不同的大麻 然後還有體內有骨科鹼還有咖啡因都是positive 芬太尼自死的劑量是2mg 然後這位英雄OK 左派的英雄聖喬治佛洛伊德 Saint George Floyd的體內的劑量是11mg 自死的劑量的5倍 如果大家了解吸毒過量是怎麼死的人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絕大多數就是因為體內機能停止了 最後沒辦法呼吸而死 當然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兩份不同的驗屍報告 但是為什麼剛剛這個驗屍報告沒有被重視 為什麼5倍的芬太尼自死的這個劑量會沒有人在乎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調查哪一個是真的不是嗎 我們不是應該找到這個人死掉真正的原因跟真相嗎 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的證據擺在陪審團面前 陪審團還可以全部定罪這個警察呢 這個Derek Chauvin呢 我對於這個警察沒有任何的感情 我看他的照片還覺得他看起來就不是一個好人 但是我覺得如果人不是他殺的話 他就不應該被定罪不應該被關監獄 而且他是在執法過程當中 嫌犯抵抗他做得出來的措施 所以他不應該以謀殺罪起訴 而是以殺人罪甚至是過失殺人罪起訴才對 但是我們的陪審團那個案子的陪審團 就是因為社會的壓力 左派的壓力媒體的壓力 在有證據說明的情況下 把一個人無冤無故的定罪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法律已經不在正直了 我們的執法人員我們的司法系統 是被民意牽著鼻子走的 民粹牽著鼻子走的 而且不是民主出來的民意 而是最吵的最鬧的最大聲的 最政治正確的最左派的民意做出來的決定 他們可以合理化BLM打砸牆一整年 合理化我們的社區一整年 把一個毒販用假鈔的拿著槍指著孕婦的肚子的一個暴力分子 把他當成是聖人然後到處都有他的畫像 當我們在乎的不是事實而是感覺 當我們追求的不是正義而是政治正確 當我們得到的不是耶穌的和平而是撒旦的放蕩 當我們的社會不是自由而是民粹的時候 我們就根本不需要外在的敵人 我們自己就可以把我們從內部摧毀了 我們更沒有資格還有能力去救其他的國家 以賽亞書五章二十到二十一節 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有惑了 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視聰明的人有惑了 我必須說我們現在有惑了 從好人跟政府妥協到政府為了政治利益允許暴動忽略證據把無罪的人關起來 而且我們已經錯過了這個正確的時機 這些報告應該在三年前我們就應該在這邊討論了 就我應該在三年前就看過這個報告的 但是我沒有 我當時沒有太在意 我們應該要為了那個警察發聲 我們應該要上街抗議 我們應該要行使我們的力量 推翻一個左派造神的運動 我們不應該允許他們在我們的城市裡面暴動 不應該允許他們燒我們的社區 毀滅我們的商店 因為我們當時的軟弱跟不作為 BLM成功的掌控了我們的大學 政府還有各大公司的這些主管階級的職位 因為絕大多數的我們沒有勇氣 認為說這不干我們的事啊 就連Joy Floyd 的案件其他的調查人員都不願意出來說話 因為他們出來說話說出事實 很有可能引起民憤 當時他們把他們的聲音隱藏起來 隔了三年之後的現在才開始浮出水面 這些人等到事情已經發生了 悲劇已經造成了 美國已經分裂之後 認為現在安全的情況下 才願意出來說出事實 這就是 如果我們每一次看到不公義馬上站出來的後果 社會會動盪 黑命貴 拜登當總統 還有世界大戰即將展開 我們要知道在一個民主的體系下面 所有政治層面的錯誤 我們都只能怪我們自己 當不公義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沒有站出來為了公義發生 當世界黑暗的時候 我們沒有當這個世界的光 當教會失去賢味的時候 我們沒有出來當教會的言 我們在網路上面抱怨 發推文 分享在line還有wechat上面 然後 什麼都沒有做 希望等到一個救世主來到 來這邊拯救我們 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 不公義的社會 很多人在我們的留言區這邊說 我們唯一拯救美國的方式就是 全力支持川普 只有川普才可以救美國 不是我在唱衰 但是真正能解救我們的並不是川普 而是我們自己 川普沒辦法改變價值觀 但是我們可以守護我們自己家庭的價值觀 而且要從現在開始 不要只看AI news 趕快把你的小孩或是孫子 從公立學校拉出來 不要只在乎總統選舉 而是要在乎你的市議會 州議會的候選人 是什麼樣的人 不要只是抱怨治安太差 而是真正去槍店買槍 守護自己的家庭跟生意 不要只是抱怨教會 而是去改變教會 不要只是把小孩放到兒童主日學裡面 而是要天天的跟小孩一起領袖 要改變這個時代價值觀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付出的 而且我們現在就必須付出行動 我們現在真正應該擔心的是 自己不要再繼續墮落 而不是國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是的 我是Eaton